其实不免你就心里面想说 怎么这么多的不舒服跟意外 好像接踵而至的临到我们 我常在想大家讲 每天要过着平安顺利的生活 可是平安顺利要建立在什么的上面 如果你真的都没事 那不是建立在平安顺利 那就是无所事事吧 平安顺利就是 当遇到这样的问题里面 你心里还能够开怀 坦白讲没办法 可是我跟你讲 信仰的这个key point就在这里 明不见见了 没有人啊 还能够开我 没有人啊 不懂我 没人啊 没人啊 不浪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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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